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是韩中建交三十周年的一个纪念特别的一年 我想介绍中国的很经典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茶馆 老舍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 已经介绍了骆驼箱子 再介绍茶馆 是对老舍先生表示敬意 上大学之后学了一下汉语 也读了一下中国古典 太有意思了 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中国文学专业 最后毕业入文也是选择了观看清 从此开始中国戏剧做了我的专业 这样我进入中国戏剧的世界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是远远超过我所想象的中国戏剧的世界 更广 更深 更有趣 我研究了几十年了 看了不少戏了 也接触了很多中国专家 学者 艺术家 我很想把它让韩国观众 韩国专家们共享 我一个人知道 太可惜了 我觉得中国有这么丰富的戏剧艺术 我想韩国观众应该可以去享受 也知道 这是很长时间积累的中国人的一个精神世界 也和他们的感受世界都在里面 所以其实最能理解中国人的一条路子 所以呢 我想把这个要介绍到韩国 我觉得我们这样演出国内演出的功能 是比我们想象还一样大 韩国观众如果只做中国的宣传 他们不会来看的 他们来看觉得 啊 这个是人类普遍的一种困境 我也很共鸣 有这么个层次 他们都会来看 这样再碰到一些跟中国的一些什么问题啊 他们也基本有这么个理解 他们做出来的判断会有不一样的 我希望我发现的中国戏剧的这么个长处 这么个意义让韩国观众共享 这个呢 韩国观众现在看来 哦 没有任何什么这个隔阂的感觉 很能接受 我觉得我很欣喜 我感到欣喜 啊